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6月19号星期三 嗯 大家好 我们这两天身体舒服点了 我们争取把论语还是读完 圣经我们算是烂尾了 本来是说只读新约 结果新约也是读了 但还不错吧 我觉得把最重要的罗马书读了 然后把最后一章其实都读了 虽然算烂尾吧 也算是有个交代吧 对 论语我觉得跟圣经还是不一样 论语里面我觉得每一篇读下来吧 总有那么几句 你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是不是 虽然我经常觉得这个论语读了 读到一共20篇吧 现在读到第12篇 我觉得孔子就是一个装逼的大侠 装的一手好逼 不过呢还好 咱们那个去其糟粕取其精魂 好吧 那第12篇呢是炎冤篇 一共呢是24句 我们看看第一句说了什么 第一句就是炎冤问孔子 什么是人 孔子说克己赋礼就为人了 就是要克服自己的私欲 修复礼仪的天性 那么天下也就归人了 那么修仁德靠自己 而不是靠别人 靠自己来克己赋礼 炎冤就问了 具体应该怎么做 孔子就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就是说不合理的 不看 不听 不说 不做 好吧 然后炎冤说 好 我一定按照孔子说的去做 第二句 中共 中共其实还是人 还是本人 孔子说出门 如见大宾 就什么意思 就出门在外 见到外人 一定要就好比拜见 稀有的贵客 要毕恭毕敬 使用民力 使用老百姓的民力 好比承办重大的祭祀 要成荒成恐 自己不乐欲的 不要施加于人 就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再邦无怨 再加无怨 就是说 在国要没有怨气 在家要没有怨言 中共说 好 我也要像你说的这么去做 第三句 司马牛也来问人 问什么是人 孔子说 就说人说话要慎重 就是人者说话要慎重 然后就问他说 说话慎重就叫人吗 孔子说 做事难 说事能不慎重吗 反正就还是要慎重 就慎重就好 慎重 就好像想起来了 有人问李嘉诚怎么发财 李嘉诚说了两个字 谨慎 差不多慎重 好 第四句 司马牛问孔子 什么是君子 子曰 君子不忧不虑 就是说不忧愁 不畏惧 司马牛就说 那不忧愁不畏惧 就是君子了 孔子说 自我反省 问心无愧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内省不揪 就这样 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忧愁 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 然后第五句 司马牛 就发愁 说人皆有兄弟 我独亡无 就是说人家都有兄弟 我的兄弟都死光了 子夏就开导 他说 他说 我听说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君子敬而无师 内心恭敬 没有过失 与人恭而有礼 千恭还有有礼 那么四海之内就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还担心没有兄弟吗 这种话说的其实怎么说的 反正也不能说的没有道理 但是人家兄弟死了 你安慰一下 得了讲这种没有用的 对 但是这句话就已经流传很广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 第六句 紫夏问明 紫曰 就是说 紫夏的问什么是明白 怎么叫能明白呢 孔子就说了 对慢慢渗透的禅言和劈头盖脸的诽谤都不动心 就算明了 如果对禅言和诽谤都不在乎 就可以称之为远见了 就见远了 第七句 子公问政 问什么是政治 孔子说 粮食充足 兵力充足 然后民众信任 就足食足兵 民信之以 就可以了 那子公就说 如果一定要去掉一个的话 就是万不得已要去掉一个 去掉什么 孔子说 可以把兵力充足去掉 子公说 再去一个 孔子说粮食充足也可以去掉 那么那粮食充足 不就去掉 就饿死了 他说 自古以来 人总是要死的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 不利 就是说政府 夺不了民众的信任 就没法立足了 那中共现在就有点 就是所谓的塔基罗陷阱 就是说 失去民众信任之后 你不管做好事 做坏事 大家都有点不相信你了 你就继续做好事 因为你有什么坏心思 也是这样子 民无信 不利 第八句 这是精子 是吧 己 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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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曰君子之而已已 他说君子内秀就可以了 何必外表有文采 就是说文内里面 富有诗书 知道吗 弃字 但是写的写不好 文采不好 知道吧 何必有文采 子公就说可惜 他说你这个可惜 肚子里有东西写不出来 是吧 他说你要这么说 说君子就不对了 他说四马的飞车也赶不上书画快 书画是最快的 嘴快 对不对 我说到了就到了 对吧 你这车还没到 我嘴到了 对吧 他说文采和内秀是一样的 知道吗 文采就是内秀 内秀就是文采 他说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能一样吗 对不对 你是老虎 你皮一看就是老虎 你长得是个狗样子 你就是个狗样子 骂人 他说本来就是个毛色的意思 你如果写的不好 什么你肚子就是没东西 别扯没有肉呢 别说你说不出来 好 第九句 埃公是吧 问于有若 约年积用不足 他就说 卢埃公就问 他说饥荒之年 用品不足怎么办 有若回答说 何不按十分之一征税 就是说老百姓的收入的十分之一 你来征税 埃公说按十分之二征税 我都不够用 怎么还搞十分之一水出 我都已经按十分之二征用了 还不够用 有若就答到说百姓手头够用 国君怎么会不够呢 百姓手头紧 国君怎么能不紧呢 就是百姓族均属与不足 其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国家治愈好 老百姓有钱的话 你就按十分之一收税 你国家都很富强了 对不对 老百姓穷呵呵的 都快饿死了 你都把它签套上来 你还是不够用 对吧 所以你还是把老百姓治理好 是吧 这么个意思 好 第十句 紫章问 重德 说如何提高品德 变轻 迷惑 洪子说 主要靠了忠诚可信 建议荣为 那就可以提高品德 如果爱起来 就喜欢对方了 就觉得对方一定要万寿无疆 恨起来巴不得人家倒地就死 就夸起来就说 哇 你有政治局常委的水平 知道吗 骂起来就说了 你死狗都不吃 他说你如果这么搞 这就是糊涂 这样子本不是 这不是感情丰富 就是昏昏赫赫的 多情多变 说得好准 这是孔子说的 还是很有入门 发现这种 是不是 好 就是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 是祸言 好吧 好 第十一句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国 孔子说 就是说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就是君有君的样子 臣有臣的样子 父有父的样子 子有子的样子 齐景公说 好 说的对 他说如果 就是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 就是说 父亲不像个当父亲的样子 子不像个当儿子的样子 他说 虽有栗 是吧 虽有素 无得而实诸 是吧 就是说 那你即使这个弥满仓 我能吃得安 对不对 就是说还是这样的 就是孔子一定说 就是这样 就是说 皇上见了太后 不能说妈呀 我来 拜见太后 也是这样 要有就讲礼 这孔子 但是你说 美国也不讲这个 对 你说是不是 演乐过得也好好的 是吧 对 见了爹 叫 哥们 兄弟 是吧 没法弄 再说吧 好 十二句 孔子说 说一句话就可以断案 大概是子路的功夫吧 子路 子路承诺的事情 不过业 无诉诺 就一休 这个承诺 管不了一休 太着急 这个子路太着急 说这子路 第十三句 孔子说 说断案子 我和别人差不多 总要竭力 使大家没有官司 可打了才满意 就让大家都满意 才可以 对吧 好吧 第十四句 子章问正 也是问如何搞正直 孔子说 在位不知疲倦 办事 忠实可靠 就居之无倦 行之以终 就可以了 然后第十五句 子曰 博学欲文 曰之以礼 亦可以 这个句 其实第六章里有 就是孔子 要靠博学 广开心智 用礼义 约束寻为 也不至于太离谱了 好 第十六句 孔子说 君子成全人家的好事 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不促成人家的坏事 小人就正好倒过来 好 第十七句 季康子问正于孔子 孔子对曰 正者正也 子率以正 就是说 就是说 行政 政治 就是要正 就是一身正气 先生自己 带头公正 谁敢不公正 不平正 对吧 就这样 你自己要一身正气的 小人自然也就躲开你了 对吧 好吧 第十八句 季康子换道 就是担心自己家被盗了 问孔子怎么办 孔子说 如果先生你自己不贪 你家里不是一堆钱的话 你学什么 别人去投 别人也不偷 骂街 好 十九句 季康子问正于孔子 也是问孔子 如何搞政治 说 要是杀掉坏人 引进好人如何 孔子说 说 子为正 焉重杀 就是先生搞政 是用不着杀人 知道吗 他说 你一心 要做好人的话 子欲善而民善 就是你要做好人 老百姓也就好了 君子只得风 小人只得草 就是说 君子就像风一样 百姓就像草一样 风一吹过来 草也就服贴了 就是说 你当君王 你只要行好事 一身正气 老百姓自然就服贴了 君子之得风 小人知夺草 草上知风 这样子 然后第二十句 子章问 作为士 是士大夫阶级 要怎样 才能算是显达的一个士 孔子就说 你怎么定义显达 子章说 在邦国必定文明 在家乡也必定文明 想说 其实我怎么出名 孔子说 你这个是出名 这不叫显达 显达是 耿直人意 察言观色 千功有礼 他说这样在邦国一定显达 在家乡一定显达 至于出名 你就让表面上仁义 实际上不仁 却以仁义自居 毫不惭愧 这样在邦国一定有名 在家乡一定有名 其实你看很多 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些名人 也都是这样子 满嘴的人意道德 对不对 真做事的时候 就不是 就是毫不惭愧了 我 今天穿一身黑衣 我们就支持香港 咱们说说 就说香港的问题 很多的香港明星 对不对 都是可以说当年 都是香港人民养大的 对吧 能够出了这么大的名 挣了这么多钱 现在香港有事了 你看看 你看像黄秋生一些 能够战船 真的为香港人民说一些话 另外的一些香港明星 为了大陆的市场 为了大陆的利益 就怎么说 以仁义自居 但是毫不惭愧 这就是文明 但不能显达 是吧 21句 这是什么 凡 凡池 凡池 随从孔子出游到五谜台下 是吧 问到 什么是培养美德 修正错误 明白是非 孔子说 问得好 吃苦要在前 享受要在后 这是培养美德了 专挑自己的毛病 不挑别人的毛病 就是修正错误了 一旦发起火来 望其身 亲人也连累了 不是糊涂吗 知道吗 就是不能一生气 就不顾这大哥了 知道吗 这个意思 好吧 第二十二句 还是凡池 问人 问什么是人 就是仁义的人 孔子说 就要爱人 爱别人 就可以了 问什么是智 孔子说 要懂人 要懂得别人 这个凡池 没有明白 孔子说 拿直的 去掰弯的 能把弯的 掰直 就是举直 错 错终 对 是吧 能使妄者直 反正他挺绕口大 但意思能说什么意思 凡池的出门 见了紫夏 就说 刚才我见了孔子 请教什么是智 孔子说 拿直的去掰弯的 能把弯的掰直 是什么意思 紫夏说 就是说含义丰富 说 遥治理天下的时候 在众人中 选拔贤人 选的叫什么 陶 高 高陶 好吧 你说高 你说高 高陶之后 坏家伙都躲得远远的 那么伤汤的治理天下的时候 在众人中 选拔贤财 选的一饮之后 坏家伙也躲得远远的 其实是对的 就是说你自己 一身正气的话 你自然也就不跟那些 坚定小人 坚定小人去交往 对吧 所以你要是身边一堆 坚定小人 基本上你也就知道 你是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 这个说的是有道理 二十三 子共问有 就是问交友之道 孔子说 对朋友要忠告 善加引导 如果不听 就适可而止 不要自取其辱 忠告而善道道之 不可 则止 物自辱焉 就不要自己 就是一看 能劝劝 不行 一看不听 算了 咱们就拜拜了 我去跟贤明人士交往了 你小人我就不理你了 就这么的意思 对吧 好吧 第二十四 曾子曰 君子以文会友 以由服人 就是说君子呢 靠学问结交朋友 靠朋友呢 补养人德 好吧 这个第十二章 言冤天 讲完了 好吧 今天讲教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